聖誕月當然要用這三款聖誕主題的鴨花帽 因為我不太熟悉手機,要慢慢研究 先嘗嘗最簡單的聖誕樹 在花紙簿撕了很多綠色系的花紙 用夾剪把花紙剪到差不多剛好 吸到聖誕樹的帽子上 拼幾隻顏色的紙,待會一過機時 脫出來的紙,就可以是不同顏色 過機時一定要放在厚度的板 太厚會過不了手機,太鬆又壓不到花 拌出來後,就可以有聖誕樹的形狀 用雙面膠紙帶,將每一粒小配件貼在樹上 弄完後才發現聖誕樹的帽實在太簡單 用手剪也可以 有點氣,所以要想一個方法令它更有效益 就是一次過放幾層紙 令它每次拌過機時都出了幾套圖案 由於一次過搭了幾張紙在上面 所以我每一隻角都會貼一張膠紙,讓它不要移位 當我這次拌過機時,我得到的成果就是 三套圖案一次過出來了 亂租租的按法延長,撕走膠紙就可以再用了 一粒就做了六棵聖誕樹,其實是挺爽的 聖誕樹就說這麼簡單而已,第二個圖案是做綠 我想用剛才的方法一次過搭幾隻綠 不過因為圖案太複雜,太多字字了 所以我會用一張空白的紙滾過機時,拿大約的圖案出來 然後再找一張紙隨便剪掉大約的大小 吸在壓花器上 每個小配件我都想要不同顏色 所以我又剪了很多小小粒的紙,貼上去 滾過機時,我得到的圖案就是兩色綠 其實如果大家不想省紙的話 可以一張紙放進去就這樣滾過,會方便很多 把綠的配件拼上去的綠 兩隻綠又完成了 由於聖誕老人空白的地方比較多 其實就算是它的臉,我都會用白色紙 一張過,剪了出來後,再在臉上塗上玉色 只是頂帽才用紅色的花紙滾過 不需要像聖誕那樣剪太多紙 所以聖誕老人反而是最快做好的 用完這三隻壓花帽,壓了圖案出來後 就要把它拼成一張聖誕卡 一開始玩了聖誕老人 我就用了這卷聖誕頁長條圖案的MT 貼兩行在分離紙上,再圓邊剪它們出來 將這條長條圖的MT 剪成一個個曬小粒的梯形 剪的時候盡量被開紅色的圖案 將它們斷斷續續一粒粒就可以組成一個花環 拼好了confirm位置後 就可以撕走一張張分離紙 聖誕老人圖案打算放在花圈的正中心 用有厚度的雙面膠紙貼在聖誕老人的底部 這樣貼在平面上的聖誕老人就會有少少高度 就可以營造一個微立體的效果 在聖誕老人白鬍鬚的地方 貼上Merry Christmas的閃片裝飾 再在花環上貼一些閃石 在花環底部綁一個蝴蝶結 液蓉膠只貼在蝴蝶結中間打結的地方就夠黏實了 私底部我喜歡剪成一個丫叉的形狀 嫌這張卡有少少太大太空 所以我會把它剪小一點 用在上下兩邊畫一條線後 用有花紋的剪刀剪過底面這兩條線 頭尾都剪完後就是這樣 若拿多一點金屬顏色令面的MT裝飾一下 為了令這張卡看起來細緻 我基本上都是用最幼的MT做裝飾 我一共貼了上下兩行 花環底部再貼多兩塊有葉的裝飾貼紙 去襯這個花環 第一張聖誕老人花環卡便完成了 第二張我想做聖誕樹 今次的卡接到A5大小 首先在四隻角押好花紋 它也不算很夠膩 所以一定要分開四隻角押 開聖誕樹本身已經有花紋 我就不再貼貼紙 但就這樣一張紙又不夠立體 所以我就翹一些欄上去 藏上膠紙在樹的背面 正面的地方只會顯示到一條條欄 由於底部翹滿欄 其實都有厚度 所以貼的時候一定要用一些有厚度的雙面膠紙 用保麗龍膠水 貼一些雪花形狀閃片在空白的地方 貼的時候我會把膠水擠在一張紙上 再拿一些圖案沾膠水再貼下去 這張卡不算很大 所以貼三顆就夠 其他空白的地方我買了一些DocDoc 是平時文書用的正式點點貼紙 我就用了一大一小的白色來做雪景 再在左下空空的地方貼回Merry Christmas上去 這張卡就差不多了 第三款用綠圖案 首先在綠角上貼一些bling bling閃石上去 由於閃石表面太細 我會拿穴來沾膠水 我買了一些大大的花環圖案的MT 將它們貼在分離紙上 沿邊剪出來和掘空中 因為綠圖很瘦 所以可以穿過花環 用三個花環拼兩隻綠 就可以做一張卡的主圖案 不過撕花環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膠紙都很脆弱 尤其是要貼上綠圖案 要小心把綠圖穿過去 貼好位置後再放在紙上 再拿一支椎出來沾膠水 貼在綠圖的底部 我只是把手手腳腳頂端的位置 或者綠圖角的地方貼上膠水 因為綠圖已經被花環貼死了 花環中生的地方貼一個金色的Merry Christmas 底部的地方貼上剛才弄花環時用剩的貼紙 上面貼一行右的MT封頂 附近空白的地方加上雪花、深形的閃片 話說這些裝飾閃片 是上年我收聖誕卡時收到的一樣禮物 買了一年後想不到可以用得回 剩下很多棵聖誕樹 就一起砌一張大的卡 貼上兩棵小棵聖誕樹做底後 面頭的聖誕樹就要用口雙面膠紙尺尖有層次感 我的布局是兩棵小的在後面 三棵大的在前面 再在最面頭的中間地方放一棵小的 四周圍的地方因為雪景上次已經做了 我拿了不同顏色的有MT 剪了一些好像拉炮的正方形粒粒 把雪景比喻成拉炮 底部用兩條有MT封底 面頭的地方又可以繼續用一些閃片裝飾 如果你們覺得這包閃片裝飾很有用的話 其實我猜一般文具店都會有 或者去年送這包東西給我的人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大家在哪裡買的? 第四張卡都弄完了 今次這條片是照顧一些不喜歡畫畫的人 就用壓花器和拼貼的方法 都可以弄出一張很豐富的聖誕卡 除了聖誕樹這個簡單的圖案之外 用另外兩款壓花器弄卡真的省了很多時間 早安